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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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個 神奇的夢想 讓生命揚帆破浪遠航 不管是偷铃风霜 还是脚弹那巨浪 尽着那情怀 天地飞扬 我有一个美丽的渴望 让身后脚印 闪耀听话 不管经历痛苦 还是遭受那忧伤 青春的寂静 风射下光 我的青春我做主 我的梦想在前方 花开花落 几度秋仰 潮起潮落 我心激荡 我的青春我做主 我的梦想在前方 听不了的是追求 放飞是希望 是我的梦想 的梦想在前方 好 好 拔印盒啊 谢谢您的这么准确误误的 想求我 那是 阿宫怎么样了 好 一切均好 现在媒体已经吵得差不多了 连香港的报纸 都登了头碗头条 是是是 一万块钱的宣赏费 挺诱人的 那只不是个炒作的噱头嘛 我就是想让更多的人 关注一下 也是为了增加 我们公司的宣传度 对对对 这血头不错 有点意思 对了 明天下午三点 你把阿宏准时送到警察局 我把剩子两千块钱给你 不是两千 是一万两千 王一鹤 你没喝多吧 咱们不是说得好好的 一共五千块钱 我给了你三千还差两千吗 是是 可我在报纸上看到了悬赏费 我既然知道线索 我应该去挣着银和块钱吧 这个我做不了主 那赶紧打电话问你们老大呀 我十分钟以后给他打电话 喂 你 吴总 放一盒犯水了 要不 就做了吗 阿宏在他手上 做什么做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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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再说了 我答应 你 你不要再说了 对 钱 我可以让总助带给你 不过我告诉你 这件事你收到钱以后 到此为止 爸 本来这件事 计划得好好的 可谁知道八银和 怕什么 不过是破财免灾 有什么大不了的 事已至此 只能把打碎的牙咽到肚子里了 爸 对不起 闭嘴 老吴家的人任何时候 都不能说这种屁话 只能我负天下人 不能天下人负我 不管你做得多么不对 都不能有歉疚心理 懂吗 我明白 如果能从你的骨子里 长出不服输的劲头 这一万块钱 就算没白花 你放心 我会让八银和 把这钱给吐了 你的翅膀还没长硬 这件事到此为止 那 那接下来怎么办 一切照旧 力气 你很 génér 脑子 尸子 gemeinsam 让人听到都害怕的人啊 我哪里知道他们是什么人 他们要抢阿红 我肯定要跟他们打起来的吧 他们为什么要抢阿红 你知不知道 阿红是沙哥的女儿 四个二十年了 他们还是要斩尽杀绝 你跟他们作对呀 是没有好结果的啊 连宝 怕什么 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嘛 你说得轻松啊 你光棍一条 无家无业 你不爬 我爬呀 你的证件 契约 还有一些钱 我都给你带来了 以后你是另谋高舅呢 还是远走高飞 我就不管那么多了 梁伯 你 你不要我啦 我是要不起 不敢要啊 你好之为之吧 梁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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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好吗 儿子已经替舅舅还了债 咱不欠谁的了 不会有人在上面骗你了 儿子学会了灭你诗的手艺 有了生存的本领 想留下来继续打拼 拔掉咱家的穷根 虽然儿子现在尚无骗亡 下无力追之力 兜里只有两百块钱 但请您相信 儿子有健全的身体 有足够的勇气 在这片充满挑战和记忆的土地上 一定能够打拼出属于自己的天地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 你好 是你啊 我路过这里 看见你一直坐在这儿 你在等人啊 就算是吧 等来了没有啊 其实我等的这个人 是个勇士 他会替我决定是不还留在澳门 可是 这个勇士 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对吧 那我给你找个住的地方吧 你给我找住的地方 去哪儿啊 鸡窝 鸡窝 是养鸡肠 是我姐夫开的 只要你肯卖力气 包吃包住没问题 行啊 好 正式认识一下 我叫徐丽梅 你叫阿梅就好了 谢谢 谢谢你 来 来 又来替我吃饭来了 你姐姐又该表啊你了 把男朋友都打完了 你别瞎说 我给你结婚问试一下 喂 你吐完没有啊 对不起 这儿的味道实在是 难闻 是吧 第一次闻这味的人 都得吐 习惯了就好了 来 童子熙 认识你很高兴啊 刘华盛 周亮仔啊 能入阿梅的法院 不容易啊 不打扰你们了啊 我去忙了啊 再见 你别胡说 她是我给你 介绍到这儿打工的 不过你要包吃包住 还要给工钱啊 她是个打工仔啊 是 想到我这儿来打工 是 她不会下头饭呢 不知道啊 那就是个偷渡客 不知道 你不听我说道具 这是我的证件 周浩 你还没说 别进了啊 看见没有 有人叫你老板了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我要顾他 我就是他 好 好 这个是个搅拌机 机饲料就是通这个 把那个豆子打碎 就这儿 这哪是宿舍 这是储物间 喊什么呀 储物间和宿舍不矛盾啊 就是架方唯一啊 那床在哪儿 找个床本打个地铺 挺好的 挺好的 怎么能打地铺呢 对身体不好啊 行 没问题 猪的解决了 下面说吃的 这里是鸡场啊 鸡蛋到 但是不能随便吃 一天三个鸡蛋 平均一段饭一个鸡蛋 你是一块吃还是分着吃 这样我就不管了 鸡蛋有什么值钱的呀 这么空啊 限制 那没 行 三个鸡蛋足够 没问题 他知道营养够 吃的也解决了 下次再干 第一 捡鸡蛋 第二 打扫鸡舍卫生 第三 拌鸡饲料 还有 那里有块赛地 吃的菜都是自己种的 好 这些活儿 让别人干了你干什么呀 我是老伙伴 我要做监工啊 你再说你 送鸡蛋 进鸡鸟 这些都得我干哪 我把你推进火坑了 你要不愿意待 跟我一块走吧 没问题 我同意 老板 就是 还有一个问题没说 说 工件 工件好说 一天 一块澳元 姐夫 你太小气了 就算来这儿做饭的人 你也不会给这么点钱呀 你多什么呀 他是大陆菜 那又怎么样 大陆菜自然给钱少了 老板 如果 再加上我做饭 你能不能给加一点 那你还会做饭呢 我会 我来之前 在茶楼做面点事 行 加多一块钱 加两块 每天三块 那你跟他谈谈 老板 行 没问题 我同意 两块钱你同意 我同意 你同意什么呀 我才帮你争取待遇呢 管吃管住 一顶月还能挣六十块钱 足够了 终于求 工作谈走了啊 晚上睡觉的时候 把打门锁了一下 好安眠 走 咱们回家 干嘛 我坐你的车回家呀 你自己有车 你干嘛坐我车 坐你的车不是上油吗 那明天来怎么办啊 明天来 我让你姐送过来 明天 你姐还得对她进行面试呢 人事权 归你结果 你这么充分尊重我姐 我很满意 但你实在是不像个男人 真的 这个评价你姐姐已经给过我了 你就不用再说了 华盛 我安排工作的时候 还是很难忍的吧 是 很难忍 马蹄精 走 记得锁大门啊 来 老板慢走 来 再来 那小儿子看上去挺健壮的 刘博轩 董事长来看你了 来啦 好 别说这么大 小小养籍场 哪来什么董事长啊 就很麻烦 而且你在我心目当中 他就是董事长 什么事我听听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刘瓜盛 这位是董事长徐立珍 阿梅的姐姐 你好董事长 你好 叫我阿珍就好了 这得老板批准 叫我董事长 阿珍是不错 小贝 来 怎么样 今天这地可真干净啊 对 我刚刚扫过 那鸡舍的鸡粪呢 都在外边堆着呢 我知道鸡粪很值钱 老板是要卖的 我这些东西忘了 他都知道 你可真能干啊 谢谢董事长夸奖 那要没什么事的话 我干活去了 去吧 你从哪里找来的 到街上啊 怎么样 满衣服啊 你能找是个满衣的地方吗 满衣那就过了 工件都已经摊好了 一天 两块钱 这么低啊 他还会做面顶呢 是个面顶师 是啊 啊 这小伙子身上 有股男人呢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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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呢 当着我的面 比方别的男人 那你可不是看着 你神经病啊 我怎么会看上他呢 我是担心阿梅 我担心阿梅 会喜欢上他的 你放心 虽然个头长相 能配得上阿梅 但他是个穷光蛋 不可能的 不管怎么说 发现情况 及时向我报告 以免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啊 你放心 但凡有点什么风吹草动 我即刻向董事长汇报 你还董事长 你要有本事 给我整个大公司来 两节场的董事长 丢死人了 小同志 小同志 阿梅啊 你以后能不能 不要叫我小同志 我都跟你说过了 那是我们老家的叫法 谁让你第一次见我面对生意 叫我同志啊 你整天这么干 不累吗 不累 这儿的活儿啊 虽然量大 但强度低 干得不解气 那就挖个鱼塘吧 那个强度大 据说鸡份是饲养鱼 非常好的肥料 既养鸡又养鱼 一举两得 正好这后面有块空地 等我把这儿活儿干完了 我就把它挖出来 我给你开玩笑的 不要 你要有时间 还是帮我做好吃的吧 我今天 可是特意来 吃你做的好吃的 那 你今天不用开车啊 不用 我不像你 整天把自己当鱼匙 今天我休息 有没有什么要我帮你做的呀 不用 要不这样吧 你到这菜园子里去看看 喜欢吃什么 你把它摘下来洗干净 我给你炒 好 阿梅啊 你来了太好了 老板 你这是怎么了 老肚子拉西 你看你 你就是不干活闹的 人家华盛怎么没事啊 华盛你就别提华盛了 华盛这事干不了 什么事才干不了啊 王哥哥货点去送鸡蛋 不行 今天我休息 我还等着华盛给我做好吃的呢 我摘菜去了 阿梅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要是今天鸡蛋送不到 我就要被罚款呢 那你让华盛学开车多好啊 省着你这么着急 学开车是以后的事了 今天先说今天的啊 那个鸡蛋放在办公室门口了 先帮我装车 装完了在办公室门口等我啊 我先走了 累出息 阿梅 谢谢你 嗯 什么 让老板叫我去学车呀 不过 学车这事 既耽误工作时间又得花钱 估计老板不会同意吧 我那是为他好 要是碰到今天这种情况的话 我估计他花钱啊 会花到心痛至死 那你是他的亲戚 不是就不用花钱了吗 谁说不用花钱了 不过 我可以少要一点 要一百块好了 一天就要一百块 这已经不算多了 他要是到外面请人的话 至少也得两百块吧 知道自己的钱要少了吧 帮你读 海鲜烧乌冬 很香的 你能在这么臭的环境里边闻出香味来 说明你已经习惯了 是 在这儿 我都变成一只大公鸡了 你要是变成大公鸡了 那 你会不会像大公鸡那样叫 不会 不过 我可以好好学一学 等你下次再来的时候 我学给你听好不好 傻瓜 辛苦 还喝红酒 这是我离开家乡之后 第一次喝酒 真的啊 你在家里经常喝红酒吗 我们都是喝白酒 因为像我们这些干苦力的人 喝点白酒 晚上睡觉特别香 那 我没有买白酒怎么办啊 没关系 红酒更好 显得文雅 来 今天我过生日 那 那你也不早说 我 我可以再多做几个菜 这 阿美 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 那怎么都喝了 就糖水一样 那 那我也 这是我离开家乡之后 第一次吃一顿像这样 这样健身八九的饭 感觉难道好了之后 一直在忙 听说这个呢 其实你根本不用一个人 顶三个人那样去干 你这样虽然帮我姐夫 省了不少钱 可是却滋长了 他那些肮脏的想法 人和人之间失去了平等 那是不对的 人就应该像现在这样 惬意 悠闲 像这种时候 每周啊至少要有一次 你不是每周都想过一次生日的 我倒是想啊 但是不管怎么样 每周我都要放松一次 怎么放松 全身放松啊 那你生活当中就没有压力吗 有 什么压力啊 我姐的唠叨呗 她总是催着我嫁人 每天给我张罗对象 就好像我嫁不出去是她的错一样 我今天生日咱们二十四岁 顶多算个大姑娘吧 比老姑娘还差着远呢 不过像你这个年龄 要在我们家乡的话 早得应该是孩子才妈 那 那像你这个年龄 是不是也早就当爸爸了 是 不过 我还没当爹呢 事实上连个对象都没有 你怎么不早说了 害我船头喝了 没事 你接着说吧 我们家穷 再加上我父亲去世又早 所以他临终的时候给我们留下遗言 说无论如何 也得把我们家界穷根给拔掉 所以说 别说孩子了 就连说没的都让我们家走 咱俩 喝酒 好 但愿吃了药明天都好起来 你得的是滤脊 怎么也得两三天才能见好 机场那边你就帮我照顾上 今天亏了阿梅去帮我送货 这要是耽误几天 那得损失多大一笔钱呢 是 对了 阿梅送完货走了吗 这都什么时候了 早回去了吧 难道他能在机场待一宿啊 所以我来找你 早就来找你 在哪里 才能够在哪里 你找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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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找到哪里 我找到哪里 这是哪里 你得了 你得了 呀 走 董事长 华盛啊 阿梅没走啊 没 没走 那他人呢 在我屋里睡觉的 睡 阿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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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醒啦 还说呢 昨天不回家 在这儿留宿 我能放心吗 我在这儿睡一晚上 让他华盛睡哪儿玩 我哪知道华盛在哪儿 我问你 昨晚他没怎么你吧 你别胡说八道 他在哪儿啊 华盛在哪儿 我姐夫把办公室锁了 他能上哪儿去啊 你去找找不就知道了吗 你去找找不就知道了吗 你叫醒我呢 Polski 你留点儿 黄上面 皇上 你 对不起 红酒后期而大 你起来 该说对不起的是我 对不起了 请接受我的道歉 是我睡的花生床 又不是你睡花生床 你道什么歉啊 董事长是心疼我 其实没关系 我 我喜欢在外面睡 花生啊 你有什么要求 可以提出来 我可以满足你 没有 我对现在的一切 已经很满足了 有 学车 考个价是吧 不用 等我自己攒够了钱 我自己学 不给老板添麻烦 那怎么会是添麻烦呢 你要学会车了 以后送鸡蛋的活 就是你干了 不管是我姐 还是我姐夫 都是省心省力 不省钱 对吧 想学吗 想 行 我可以满足你 谢谢 谢谢董事长 有 有 正 来 思琪 我回来了 真是虚惊一场 虚惊一场 我都病成这儿了 还虚惊一场啊 我是说阿梅 你倒什么乱呢 你心里竟想着阿梅了 从来不想着我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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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 肚子肚子肚子 这儿吗 走边这儿 走边这儿 对对对 这个力度行吗 行行行 你怎么能说我心里没你呢 孩子去葡萄牙上学了 家里现在就剩下咱们两个人 咱们不得互相心疼才是 是是是 所以说老公生病的时候 你就不能出门 我昨天晚上一晚上都没睡呀 那你早晨的药吃了吗 没吃 你快点 我给你拿药去啊 哎呀 还是有老婆照顾好啊 曹萱 我走对了 我要去机场啊 华盛他学不了开车呢 你让华盛学开车了 是啊 他要学会开车 你就省心省力 要省钱啦 钱谁给啊 当然是咱们给出了 华盛 得从公司里面扣 你给人那几个钱还怎么扣啊 你懂什么呀 很多地方用大陆载 是不需要给钱的 喂 你再这样说 我真的把你的心给挖出来 看看有多黑了 我省下钱 还不都是为了这个家吗 知道 不过咱们一个月能挣上万块呢 还在乎这几个钱啊 对 你是董事 你说了算 中午吃点什么呀 你肚子不疼啦 你肚子不疼啦 那么起来啦 我 我 我 你就给我装啊 你就给我装吧你 你吃什么呀 我吃什么 我吃肚子 我吃 快快 快快 快快快 阿梅来了 老板不在 她去送货去了 我知道 我知道 我不是来找他的 那你 坐吧 这是 这什么味道啊 这么重的农药味 撒了农药为了防止低温 全场内外一天撒两遍 我一闻这味道就通一眼花的 我去你房间休息 阿梅 办公室开着呢 什么味啊 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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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动 男人不应该洗衣服的 这洗衣服还分男人女人洗啊 来 来 来 当然分啊 女人就应该给男人洗衣服 那也不行 不行 不是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那你也不能帮我洗 为什么 你是董事长的妹妹 你这样帮我洗 你会把我饭碗给洗妹的 这事要传出去 不管你没面子 董事长也没面子 我就是个开车的 什么面子就是面子啊 我只知道我愿意 阿梅 可洗衣服这事我能干 你要真是想帮我的话 那你能不能帮我 去做点我干不了的事 什么事啊 比如说 加点工钱 准确地说是奖金啊 因为 我问过那个送药的人 来喷药的工人 一天的工资 就两百多 而我都干了十几天了 老板也 你别误会啊 我说这话的意思是说 我知道了 你就直接告诉我 你想要多少奖金 一百怎么样 行 交给我了 我们的爱情不是接得起 任何玩笑的考验 特别是阿梅开的玩笑 我 他不乱呢 自己说玩吧 太少了 你想要多少 一千块 不要当翻眼蓝好不好 我是借别人要的 你欠人家钱了 这事绝对不会在我身上发生的 这事就是在你身上发生的 一千了 一千华盛一千块 人家把你打了十几天农药了 你是不是该给奖金啊 你是不是又去机场了 没有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我主动帮你了 如果你不再去机场 我就给你一千块 你们两个 怎么了 咪咪 回到机场 我给华盛就行了 我告诉你 你要再去找华盛 这笔钱 就从他的工钱里扩回来啊 来来来来 我去找华盛 这笔钱 就从他的工钱里扩回来啊 来来来来 我去找华盛 老板 老板 有事啊 老板 老板 这是工资和奖金 一共一千零六十 这么多 谢谢老板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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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 上 红标 入榮 weit 阿梅 唯 你坐不坐 呢 你坐不坐 这车你坐不坐 那你要先给我一瓶可乐 我今天有急事了 要去吴电局 那你快点 你去吴电局干吗 我要把我在养技场赚的钱 给我妈妈借回去 好孩子 孝顺 可是这还不够 我还要赚更多更多的钱 我也让我妈妈过让好人一次 那要多少 才算够啊 按现在来计算 如果每个月都有重活可以干的话 一年我就能赚到一万块 那样的话 我就能赚成外援户 那要是瞬间 你变成外援户了 你会怎么样 那不可能 不过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我会乐疯呢 我会乐疯呢 谢谢阿玫 等一下 怎么了 你一会儿可以帮我买张邮票吗 没问题 这是给你妈妈的 问她老人家好 这是什么呀 你进去再看吧 拜拜 拜拜 喂 阿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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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晚不再有黑暗 月亮露出了笑脸 昨天和明天 都太遥远 快乐就在今天 这世界五彩并纷 有太多美丽留恋 不要再对我 指指甜点 是朋友就一起向前 哇 跌倒了 爬起来 潇洒说 一生再见 又疼痛 就留在心前 让烦恼 随风飘散 但故事拔走我的脸 我就已经是男子汉 我会输 但我却变心肝 别说我太沉静 也别怕不孤单 我违顾 你会把眼里刺开 只想做有心 一口伤感 我没意见很危险 要把不敢让人翻 被逗走怎么难 要用轻易才能逃避憾 这世界不再缤纷 有太多美丽留恋 不要再对我 指指甜点 是朋友就一起向前 跌倒了 爬起来 潇洒说 一生再见 又疼痛 就留在心前 让烦恼 随风飘散 走过去 不够艰难 以为会 天塌地线 再挥手 再从头看 花儿早 开地角变 仔细 可以 晚点 常 操作 字幕提供